哈喽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杰亏斜 之前的尼尔编年史我们说到人造人与戒业生命之间的战争打响 人造人为了维护战斗士气伪造了人类尚存的事实 基尼亚与九号原型机策划了名为纪业的计划 纪业型号的新型人造人应运而生 在第十四次纪业战争的1945年的三月份 纪业战斗星二号也就是突壁执行了第243次降下作战 在人类的工厂废墟中他遇见了那位被自己杀死了48次 消除记忆又重启的全新企业扫描型九号9S 而尼尔自动人形的游戏流程便是从这里开始 在探索人类旧工厂废墟的过程中 突壁和9S发现了极具威胁的超大型机械生命体恩格斯 一番熬战之后二人终于解决了它 然而四周的海面上又出现了几家同型号的恩格斯 解决一架恩格斯都让9S缺隔不断腿了 于是他们决定引爆寄业机体的核心黑核 通过巨大的爆炸一并解决这几家恩格斯 那么这里呢就是要解释一下 寄业机体其实并不惧怕物理上的死亡 因为同型号的机体有很多不同的一体放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游戏中用来传送的自动贩卖机 只要将机体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再下载到对应的一体当中 就相当于机体完成了空间意义上的瞬间移动 也就是游戏中的传送 但工厂废墟地带的带宽不太够啊 网速太慢了 在2B和NICE爆炸之前 NICE只备份了2B的记忆 于是2B在地宝醒来之后 遇见了第49次消除记忆 与它初次相遇的NICE 寒暄之后啊 2B也是攥进了小拳头啊 心想小渣男啊 我们过去的记忆就这么忘了吗 总之呢 就像前面视频说的啊 记忆一直保留的2B 其实内心是非常煎熬的 无数次邂逅产生情感再处决 这一连串的折磨 造就了游戏中2B的性格 既然终归要处决 那干脆不要与NICE产生情感与联系 但司令官啊 可不管你这么多 废墟工厂任务之后 2B和NICE又被安排到了一起 根据尼尔自动人行的长话小说的内容啊 此时的2B已经接到了司令官的特别任务 也就是对这个新的NICE进行严加看管 至于什么时候下手动刀呢 司令官说 听我的指令 于是二人根据指令降落到了废墟都市地带 前往了旧型号人造人扎根的据点 抵抗军营 任务期间啊 NICE还是那个年人的boy 让2B叫他NICE 2B心里也说 老子之前不知道这样喊你多少遍了 还不是最后要嘎了你 于是干脆摆出一副poker face 我们人造人 不能有感情 抵抗军营的老大安丁莫尼见到2B是吃了一惊啊 因为他的外貌跟当年珍珠湾降下作战的二号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是完全一致 军营的武器商人还在对话中 向2B和9S透露了自己武器够营商 正是那位无所不在的雅克尔 随后2B和9S前往沙漠地带做任务 加卡斯用炸弹为他们开路 二人在沙漠里玩Steve 然后跟着一个戴面具的奇怪机械生命来到了某马聚落 在塌陷的建筑群里 二人见证了机械生命模仿人类的各种行为 甚至众多的小型机械生命聚集在了一起 形成了球状的类似碱形的聚合体 根据恨卫尼他在攻略设定集中的说法 这个聚合体其实是一个小型的机械生命生产车间 卡齿卡齿造了个人形的机械生命体 2B和9S也觉得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没见过这种东西 卡齿卡齿一顿输出 机械生命体分裂成了两个 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还给自己起了名字 哥哥叫亚当 弟弟叫夏娃 这里多说一点 在FF14跟尼尔联动的章节中 也出现了类似的原型的机械生命生产小车间 白色的2P正是跟亚当夏娃一样 都是车间里生产出来的 后来蒙马聚落的建筑塌陷 2B9S逃了出来 向地宝做了工作汇报之后 二人也接到了下一个人物 去游乐园调查失踪的人造人 坐云霄飞车从天而降 进入了一个剧场 在这里击败了把人造人尸体挂在身上 装饰自己的特殊机械生命波佛 离开时碰到了一位取着白旗的机械生命 引导二人来到了和平的村落 帕斯卡村 根据村长幽木 啊不是 帕斯卡的介绍 他们是崇尚和平的机械生命组成的村落 并且跟抵抗军营的人造人 还有贸易往来 2B9S一听这不扯犊子嘛 我们在战场上杀的你死我国 你们在背地里居然跟人造人哥俩好 总之就是2B9S经历了亚当夏娃的诞生 波佛娃的爱美之心 以及帕斯卡村的和平安逸 逐渐对敌人也就是机械生命体 有了新的理解 然后时间来到4月份 废墟都市突然出现了大型的机械生物恩格斯 显示屏上出现了许久未见的侦测到外星人信号的警告 2B9S火速赶往现场 解决恩格斯之后地表塌陷 在深邃的洞窟中 二人发现了外星人宇宙飞船的残骸 也发现了这帮外星人早就已经狗带 尸体都脱水成外星人肉干了 这个时候亚当夏娃二人组又出现了 他们道出了机械生物杀死造物主的事实 并且表达了对月球上人类的好奇 因为人类的种种行为在机械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比如情感又比如死亡 在通过书籍等资料学习了人类的知识后 亚当就迷恋上了人类 想要理解人类的一切想法和行为动机 咔咔一顿战斗之后 亚当夏娃通过空间传送离开了 是的你没听错他们二人一闪金光 便可以进行空间传送 虽然听起来很玄幻 但想想企业机体的意识下载到指定的一体 再从自动贩卖机里出来 也相当于是空间上的传送了 此番战斗过后 2B和NICE的任务便是继续调查帕斯卡和亚当夏娃 这类异常的机械生命体 根据情报二人听说森之国也有类似的存在 于是通过商场废墟 2BNICE抵达了拥有政治体系的 企业生命体的聚落森之国 在森之国的城堡中 他们遇见了叛逃的企业部队成员A2 司令官是立刻下达了击杀A2的任务 但2B和NICE不知道的是 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说的 A2在珍珠湾降下作战时的经历 以及A2也早已习惯被2B和NICE追杀 并且A2已经好几次反杀二人组了 但游戏流程中的这次相遇 A2在以自己为原型创造的最终成品 企业战斗星二号的身上 看到了与过往的2B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种自暴自弃 生无可恋的情感 A2不知道这种情感来自哪里 但流露出这种情感的2B 与珍珠湾作战之后迷茫的自己 别无而至 于是A2没有选择与2B NICE死磕到底 留下一句背叛的人是死灵部 便转身离去 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 2B之所以会有忧郁的气质 其实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处行NICE之后的心理挣扎 在一个月前NICE在废墟工厂只备份了他的记忆之后 2B更是秉承着不动情就不会受伤的原则 无时不刻掩饰着自己的感情 而这一丁点的变化 虽然记忆重塑的NICE不知情 但并没有逃过A2敏锐的双眼 5月份到了 新的任务也来了 2B和NICE前往沉默都市执行紧急的护卫任务 过程中发现了超巨型的机械生命体格鲁恩 它的EMP攻击导致大范围的机械档机 2B在这期间失去了意识 而NICE则失去了行踪 为了寻找NICE 2B联系了旧时代的双子人造人迪巴拉波波拉 获得了可以扫描NICE型号的雷达 最终在废墟都市塌陷的区域找到了NICE型号 乘着电梯下行 2B来到了亚当模仿人类 用机械生物的材料打造的纯白复制城镇 在这里他遇见了亚当以及被钉在墙上的NICE 那么其实在NICE失踪的期间 他与亚当在思想领域进行了想辩博 亚当对人类产生的情感十分好奇 对人类的死亡体验也充满了期待 于是他特意吃走了夏娃 为了不让他在亚当死的时候进行修复 在精神空间也毫不避讳地说出NICE心底里的情感 你想XX2B吧 最终亚当是求人得人 2B的刀刃刺穿了他 夏娃也还在遥远的地方 数着数等着哥哥归来 NICE则遍体鳞伤被2B抱起 离开了复制城镇 之后NICE回到地堡重新修整 2B暂时独自行动执行任务 2B与帕斯卡联手整顿废墟墟厅中 失控的机械生物宗教组织 NICE则是在地堡服务器中发现了一些异常 醒来后的NICE在地堡狭长的走廊与司令官对峙 司令官当然是心知肚明 常理来说 此时的司令官怀特应该下达处决NICE的命令 但这一次司令官没有 他的心也是肉掌的 长时间下达自杀的实验任务 让处形机中处决扫描型号 司令官也做出了人性的选择 他将含有企业真相的晶片交给了NICE NICE得知了人类灭亡的事实 与原型机的选择不同 NICE没有选择破坏与重建 而是选择依然降落到地球继续战斗 因为那里有他要继续保护的那个人 是的 此时的地面突壁陷入了苦战 在亚当死亡之后 夏娃陷入了暴走 这直接导致众多的机械生命 陷入了红眼的异常状态 当然了 这里说的异常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从机械生物的使命来说 充满破坏和攻击性的红眼状态 或许才是正常的状态 与网络断联的帕斯卡 拥有暧昧意识的波普 才是异常的存在 总而言之 千钻一发之际 NICE从宇宙空降地表 与突壁一同面对机械失控的局面 与夏娃一顿大战之后 本以为一切将回归正轨 没想到 NICE在害入夏娃的过程中 无意间感染了逻辑病毒 那么此时 NICE不能将数据资料上传地保 因为这样会污染福气 他真的 我哭死 得知了机械计划的真相 还在为地保着想 于是NICE最后的愿望 是突壁能够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突壁双手放在了NICE的脖子上 跨坐着NICE的身体 像是眼泪 可能是机油的液体 落在了NICE的脸上 是的 这一次 他又不得不终结NICE的生命了 至于是 是 这一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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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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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啊 ちょっと待って2B 君は 僕 パーソナルデータを機械生命体側に残していたみたいで なんか気づいたら周囲のネットワークの上で自我が再形成されたんだ こうやって複数の自我が統合されていくのは貴重な体験だから記録しておきたいんだけど まだ保存領域へのアクセスができてなくて とりあえずこの辺りにある敵のメモリーに多重化して保存しておいた後に 僕が自分のボディに戻れた よかった よかった うん まあ 游戏流程的AB結局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 後面的故事展開呢也是十分炸裂 什麼男S發跌啊 地堡爆炸啊 土壁狗呆啊 我們都留到下期視頻再說了 編劇史疏理不移 還望大家多多三連了 那麼我是傑克威胁 月人人類容光永存 我們下次視頻再見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